好不只新北有了新的疫情 暴增了10例 在基隆也有一個偵查隊小隊長 他因為呢 在休假的時候陪朋友看病 結果呢 朋友出現了喉嚨痛的症狀 兩個人雙雙採檢確診 本分局偵查隊一名刑事同仁 於本月24日晚間 陪同友人至醫院就醫 取友人經醫院篩檢結果為陽性確診 隨後該名同仁篩檢結果 亦為陽性 於是主動將詳請向單位報告 目前已在隔離治療中 好可以看到計程車司機 是穿著防護衣 載著基隆市 則個一分局的偵查隊人員 到醫院來進行PCR篩檢 當時呢 這名確診小隊長 他發現了之後 也立刻的通報 現在全隊23個人 都到了醫院來採檢 第一分局也立即確認 是不是有同仁 跟這個確診者足跡有重疊 現在已經開始分流辦公了 同時呢 要把這個相關的裝備完成 清銷 全力的防堵疫情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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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你 這 formul